每天清晨 靖生村在孙小军的优鹤上里醒来 孙小军 靖生村福保豆腐房的第六代传人 三十年来的每一个早晨 村里大大小小的四十多家饭馆 大开门都会见到 孙家送来的 热腾腾的豆腐 豆腐与靖生村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七百年前的元朝皇庆年间 一位叫王石的年轻人 从太远前来靖生定区 王石有兄弟四人 分别叫做王中 王信 王成 王石 忠信 成石四个字 不仅是他们兄弟四人的名字 也是王家 处事做人 所遵循的礼业 来到靖生村的王石 乌农之余 以卖豆腐为业 王石本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勤劳实在 和善成信 他做的豆腐 真材实料 鲜嫩可口 气味纯正 更重要的是 他的豆腐绝不会趋筋短了 因此远近闻明 传说有一天 王石 卖豆腐归来 碰到一个老人 病倒街头 并将老人背回家中 精心照料了几个月 老人慢慢康复 为了报答王石的救命之恩 便为王石在靖生村 找到一处可做宅院的地基 老人走后 买不起这块地的王石 继续卖豆腐 但是 靖生村的人 为实心眼的王石所感动 一致同意 给王石留下这块地 凭着踏踏实实 做豆腐 挣下了钱财 王石终于买地建宅 这里后来称之为王家巷 实信代人 诚信持家的家风 也随着股像 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如今 王姓是靖生村的最大姓氏 占全村八千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除了王氏家族 靖生村还有张姓 颜姓 吴姓 孙姓等姓氏 张姓不仅是王家的家风 也是整个靖生村的村风 六十八岁的孙福宝 是孙小军的父亲 虽然现代化设备做豆腐 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孙福宝依然坚持 自己家传的手工做豆腐 他觉得老手艺 就是自家的招牌 做豆腐我们求 如今 孙小军继承了父亲做豆腐的手艺 但是孙福宝每天还是习惯在这里看一看 对每一道工序都要亲自把把关 靖生村开豆腐房的人家 都记得王氏留下了一句老话 入口的东西不能苦人类 所以一定要拔好选料观 一个主要是卫生 第二个就是选料选豆腐 选豆腐怎么选呢 选豆腐就是豆腐好豆腐 搞定豆腐好豆腐 然后做出风量 水也是广见的 一加水有加的水就不能做 摘下来以后就是点 做是靠这个稳度 不能低于80度 抵了以后就弄 豆腐就软了 点豆腐是做豆腐最关键的步骤 就像诚信是做生意最重要的手则一样 来您家买豆腐的人装吗 多 都是咱们这个靖生村的吗 靖生村的也有 我台湾拿的 鱼翅拿的 有我北京拿的 他们为什么会来这买豆腐 就是人的一种成形 把它吃到这个东西以后 它认可 这都是吃得好一口看 是吧 你要做不好以后 你就是给他 他也不吃 汉后的孙父宝 说不出更多的大道理 只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儿子 按照祖辈的规矩 做豆腐 做人 当搬开压在豆腐上的 一块块石头之后 孙家的豆腐 就算有了九成的样子 把这样的豆腐 按照一定的比例切成块 然后放在水里泡一颜 第二天早上 卖给客人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 水泡豆腐 谢谢적인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